现在是8月4日下午5点 我们在去斋堂镇白虎头村的路上 在这能够看到这个露营断了 但是也有施工单位 临时填上的土 汽车也能够通过 这有挖机进行作业清淤 沿着这个道上面就是白虎头村了 我们是在已经与外界断了通讯5天的 斋堂镇白虎头村 让人意外的是这里还特别干净 谁没有 爹没有 通讯没有 那现在食物呢 食物现在这边就是正值食为这样 吃储备的食物 洪水对咱们这影响大吗 大 上边有滑坡 家人有在外边的吗 有 哪家都有 联系上的吗 和家里人 从昨天有开始能联系 怎么联系上的 这个我不清楚 还能听说 入区那是什么的事 我不懂的 啊 微信电话是吧 也不会玩那个闹不强 可能是有能联系的 看咱们这路面特别干净是打草锅的吗 对 什么时候打草的 天天打草 天天有打草的 这几天特殊天天打草 天天打草 家里有人出不去啊 有老人出不去在家呆着 现在还担心吗 怎么不担心啊 怎么不担心啊 看不见就担心啊 孩子都在外面 谁也不知道谁 现在高普村收拾的很干净 村民没法完成轻渔工作 再等待家人回家 我们发现很多村民都说 已经动物营电话 和家人取得了联系 再安安静静的等家人回来 这是哪个村 军享军享村的 摘他在东方林村 然后看到路级 有些人冲塌 一些房屋出现破坏 原来院子里面有淤泥 在东方林村的西头 我们能够发现这边的道路 全部被冲塌了 村庄也成了一个孤岛 现在摘堂与外界失去联系多久 已经五天了